我去布珍 我和岑莹去找小姐 这就是师父梦里的渭水剑炉 真是壮观 师弟 你终于来了 跟我们去见师父吧 表兄 汤 汤 弟 你们 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 说什么蠢话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是死了 我们也还是师父的弟子 你这个叛徒 想好要怎么给师父赔罪了吗 走吧 梦里不会真的有鬼魂吧 至少他们两个不是 这老头儿戏还真多啊 季灵族的碎精 怎么会在这儿 这里不是不久前才形成的梦狱吗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 有季灵族死在了这儿 是魔物干的 但这上面并没有魔器残留 所以 是狱种 不得而知 梦里的东西也能带走吗 小心你的师父吧 这地方 已经变得十分凶险了 快点 不能让师父久等 他老人家 现在怎么样了 自从丢了剑谱 师父就病倒了 拖着一身病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汤兄 我们几个从小在师父身边长大 他最疼爱的就是你 你得了他的手艺 去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 死后 就不怕下十八层地狱吗 看起来 这老头儿心里的怨气很深啊 都是我的错 小锦 我的徒弟 你总算回到了渭水剑炉 可让你的师父好等啊 我要你到驻剑台来 跪在我的面前 忍罪 师父 你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堂兄 你还不下去 到了这里就别动什么逃跑的心思了 师父 下面有不少机关 那个老爷子既然想见小锦 怎么又 这是他的梦里 他也未必想让小锦怎样 至少在两人真正面对面之前 但折腾一番 总是免不了的 下去吧 好水手 这位少侠啊 你的剑术 真是厉害 你也懂剑术 这位猪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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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是能请到 你这样的高手帮忙 就更好了 是吗 可惜你现在 也已经不住家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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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师父还是那么执着 他总认为 渭水剑炉该是天下第一的驻剑流派 或许梦里的这个样子 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剑炉 那现实中的渭水剑炉 又是什么样呢 其实哪儿还有什么剑炉 这世道连剑客都快没了 我们这一派 虽说也曾经风光过 可如今 不过就剩了几件破物 几个小炉子罢了 赤川都得省着 且要拿去维持住炉火不息 还要用来采买金石 那真是不容易 但师父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 我们几个当中 他最器重的就是你 你去让他老人家这么难过 是啊 师父总说 萧锦是我最好的徒弟 萧锦以后 要继承我的一搏 要继承我的衣钵 要继扬我的一搏 Loki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小锦 过来 师父 跪下 师父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让你跪下 师父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手上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这几年来 我也没有铸成过一把剑 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你以为我会相信 当初我让你把削赞弄进炉子里 你却故意磨磨蹭蹭 最后还要我自己动手 你就是趁那个时候偷了我的剑谱跑了 对不对 师父 我 我只是怕死 我要是不跑 万一哪天也被丢进炉子里 我真想杀你的话早就杀了 我还想着往后让你继承我的衣博 结果却是这样 今天你要么把剑谱的事讲清楚 要么就干脆把命留下 我 我 哼 不知好歹 救命 救命啊 可是 先等等 一时半会不会有事 想清楚了吗 我 我 师父 我错了 你跟我去得通 我把剑谱拿给你 骗我 你只是想把我从这儿引走 你说假话的时候 右手拇指会微微抠起来 即使过了这些年也还是一样 不 不对 这样的应该是肖子 肖锦探 他 他 他不会 你 你到底是谁 是由 У 年纪大了 但眼力还是好的 是啊 你醉宝贝的萧锦早就不在了 被你亲手推进了铸剑炉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要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说 对了 他当时被药迷昏了 他当然不会说 你丧心病狂 你血清之人投颅注鉴 师娘是你的表妹 想必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病死 之后就轮到了孙师兄 再之后轮到了我 你让萧锦带我过去 萧锦说师命难违 但他是兄长 他替我去死 所以你根本不是萧锦 而是他的堂弟 我和堂兄从小就长得很像 是啊 是啊 你们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从小就生得像 要是有意隐瞒 确实很难看出来 那天 那天又是夜里 小秦锦死了 小秦 早死了 原来我最喜欢的徒儿 没有偷我的东西 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也算寄一记你那可怜的堂兄 至于剑谱 我自己会去得通慢慢找 不幸找不着 再说如今也有贵人帮我 你用活人铸剑 活人 活人又怎样 古时候有剑陵的冥剑 哪一把不是用成千上万条性命堆出来的 不只是人 还有灵兽 妖兽 甚至连仙人都有 我这样 又算得了什么 你疯了 今天 就让你们几个 统统变成贵水剑炉的一部分 师父 这 那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请您帮助 无赵 他也来了梦顶 这 怎么回事 果然 这真的是一个阵 阵程之后 狱主变强了很多 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 如果不能停下来 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来 已经没有清水的神智了 靠近往的 初译 不是 这 还不 今 低 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找不到阵眼 这个阵依然不会被破掉 孟玉的事 是你搞的鬼 我虽然不屑于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负 但你们几个总在面前话 也很暗夜 既然这样 那么就有来无回吧 阿世 不可能 石灸 追上去 大阵虽毁 但他的意识已经 那支剑 似乎一下子就射中了阵眼 难道是那些修行门派里的人 不香 师父 只能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了 石灸 土 你 irst 使 nessa 女 我们 甚 ス места 他 怎么了 刚才那个大阵 吸取了这个人太多的精神力 他或许不能再从梦里醒来了 就算行转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你的意思是 师父会死 不 不能这样 你有办法救他吗 你们一定有办法的 对不对 狱主要是就这么死了 梦里会不会有更糟糕的变化 我也不清楚 至少在梦狱里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勉强能维持一针 他大概会醒过来 师父是醒了吗 回去了杨平 那他还有多少时日 我们又不是阎王爷 哪里能知道 这种人还救他做什么 生死有命吧 该回去了 乌赵和刚才那个射箭的 都已经离开了 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梦狱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看起来很不一般 一开始 穿黑衣服的那位 是不是就是师父说的贵人 我呀 我呀 你呀 我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几位 我也不是故意隐瞒身份 原本是想着 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师门不幸 那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大概会去一趟洋平吧 师父他虽然 但总不能就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 我得去看看 岑英 今晚有月亮 可以去那个山洞看看吧 现在 现在就去 说不定 能找到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应该可以 再过半个时辰 月亮的光就会照在这块玉板上 在这等着吧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